神啦 这猴子真能说话吗 答案是当然不能 可是如果这猴子不能说话 那声音又是由谁发出来的呢 这莫非是金庸小说天龙八部里的 传言入密 其实这传言入密 在咱们现实生活当中还真的存在 咱们今天的主角孔德利 就是一位奇人 不用张嘴就能用肚子和鼻子说话 这个技术叫赋语 昨天晚上下来还有点晕惊 你给我慢慢淘汰这个 怎么样 神奇吧 那么神奇的赋语术 孔德利是怎么学会的呢 其实孔德利学习这门才艺的时间特别长 将近有十年的时间 刚开始关着门 在房间里面疯狂地练习 或者是趁着午休的时候 在办公室里面 我是学不太像啊 那个吓人是有点吓人的 声音很奇怪 动静也很大 也经常引起身边人的议论和不满 有人说 这不是精神有问题吧 还有人说 那是不是疯了 为了不吓到他们 他把自己练习的地点选在了公园的一个小山上 虽然成功地避开了人 这没想到却招来了他生平最怕的一种动物 狗 说这有一天啊 他像往常一样 在山上练妇女 突然间觉得自己的后腿 被什么东西拼命地拽了一下 不看不知道 一看 真要命啊 一条半人多高的大黑狗 就那种农村里的那种土狗 这种狗就是拉到动物园里 能把这狮子老虎给吓一跳 二话没说 这孔德力是撒吐就跑 可是没想到 这农村的狗 那一般都是团伙作战 他自己没跑几步啊 前面路口又有七八条狗 冲了嗡嗡嗡地吐了过来 他赶紧跳到了一棵歪泊树上 使出了吃奶的尽头 使劲往上爬 可是这些狗 我丝毫没有放过他的意思 冲着上面是嗡嗡嗡一顿叫 有的呢 还试图爬上来咬他 当时 孔德力抱着这个树啊 这楼的尾琴妈都紧啊 浑身是一个劲的多了 跟这些狗 足足僵持了十多分钟 最后 终于被路过的人发现了 把他从狗的包围圈里面 给解救出来 从树上下来的时候 他这两条腿啊 都已经不听使唤了 新买了一条裤子 也被磨了好几个大洞 膝盖还渗着血呢 从此以后 他每次上山连席富裕 出门必带一根打狗棍 不过即使这样 也没有打消他 实习富裕的念头 看到这里 电视机前的您 是不是很疑惑呀 他作为一个 妇产科医生 这为啥非得练习富裕呢 其实舞台上活活开朗的 孔德力 是一个很自卑很自卑的人 小时候 孔德力家境优越 但幸福的生活 在他十二岁那一年 戛然而止 爸爸生意失败 抛下家里所有的一切 离家出走了 家里的债务和孩子 都丢给了妈妈一个人 有一天晚上 三岁的弟弟哭闹着 要吃煮玉米 妈妈就出去给弟弟买 但妈妈出去之后 就再也没回来 原来 妈妈被债主绑架了 年幼的孔德力 看到过妈妈 被绑在电线杆上 看到过债主 一次又一次上门要债 看到过别人的指指点点 而对于我们来说 最为期盼的春节 对孔德力来说 却是最恐怖的恶梦 因为每年到过年 债主们都会上门 在他们家等着要钱 甚至在他们家 一住呢就是几十天 所以童年给孔德力 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阴影 他自卑 无助 身边也没有一个朋友 他就像一个被抛弃的孩子 所以没人说话 他就自己和自己说话 不开心的时候 他就用富语 逗自己开心 他希望有一天 能用富语 去编制一个充满欢乐的 童话世界 用它来治愈忧伤 用它来释放心情 那么 他的梦想 做到了吗 最后一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